師尊在修行當中 沒有修習過 連一天都沒有修習過 我最能夠橫長持久的 就是我的寫作 除了蜂窩性組織研的時候 我沒有寫 那時候不能寫 為什麼不能寫 因為昏迷啊 所以有兩個月的時間沒有寫 現在還是每天寫 我每天修行啊 要知道這個 學佛法有幾個次第啊 大家都知道的 先修知良道 再修加行 到了有一天你開悟了 開悟不是成佛啊 是開悟了以後再起修啊 開悟了就要開始修行啊 你要 就開始修道了 修道以後到了最高的境界 就叫究竟道 這是一個次第啊 知良道 什麼叫知良道 行善 就是知良道 做善事 就是知良道 所以今天慈濟在做的 它是知良道 再來是家行道 再來是家行道 剛剛已經在上面寫清楚了 你有了見地 你要開始修家行啊 在密教裡面修大禮拜法 大供養法 事歸一法 這個生那個菩提心的法 還要修燦肥法 六家行 還有善事相應法 這個就在家行道裡面 就應該要修了 善事相應法 這個燦肥法 大禮拜法 大供養法 生菩提心的法 還有善匪 種種的這六家行 四家行 六家行 你都要修啊 這個就是屬於家行道 你修到最後了 你終於看見了佛性的時候 看見佛性 就是你明心了 你明心了 你已經知道了 這世間是怎麼回事 世間是怎麼回事 這個時候啊 悟後起修 你開悟了 你就開始要修道了 那 悟後不就是 不是成佛啊 其實悟後起修啊 修行是這樣子的 是沒有修習的 沒有什麼週休二日 是一樣天天都要修的